广州大学生因为转发香港六四晚会照片被逼退学 六四28周年西方媒体如何报道 港人游行纪念李旺洋被自杀五周年 数十大陆人被监控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6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时刻 大家好 我是景萱 六四纪念日刚过 相关的新闻仍然不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学生 因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两张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 被校方强行带走 客留近13个小时 并在被迫休学与退学之间二选一 这位学生选择了退学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不少网民批评校方将学生客留在办公室已经属于非法拘留 校方监控学生的微信内容 涉及侵犯学生的隐私 香港智联会则呼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停止打压这位学生 尊重他的学习自由和权利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8周年 西方媒体依然重视这个日子 以美国为例 媒体不但报道今年的纪念活动 以及中国当局的各种打压 也重刊当年的照片 并且逐条列出当年的大事迹 告诉下一代年轻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员刘平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先生您请 是的 华盛顿邮报有一篇长篇专文 这里边的第一句话就是写道 为了纪念28年前天安门广场那场血腥屠杀 在中国大陆有两场小型的纪念活动 至少11个人被捕 这文章里面还写道 不管是天安门广场或者北京其他地方 一如往年戒备森严 但是有一位女性李小玲和她两个朋友 成功地在天安门广场前边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李小玲举着横幅 横幅上写的是维权人士李小玲 向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斗士致敬 那么再提到这个照片 在湖南诸州有一张从上往下看的照片 是有几个人在那个地方躺在地上 人体排成了六四两个字 很有创意 是的 那么同样是照片 当年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人士 最近提出了一系列的照片 纽约时报把它刊登出来 里面很多张 有一张是挂在车上一个横幅 写的是清华大学教师送水车 是给学生送水的 还有一个是横幅几个人举着 横幅上面写的是人民日报 这个也是去支援这个民主运动的 另外呢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说这个当年甚至有解放军的官兵 也跟民主学生站在一起争取民主 当然那是在六四之前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民主浪潮 波涛汹涌让人感触良多 这次讲到美国的报纸 另外呢就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 他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香港 纪念六四受到各方关注 因为在中国统治之下 香港是唯一可以举行公开纪念活动的 这个就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个 说啊他们访问了一个26岁的女子 26岁那就是这个天安门广场之后 屠杀之后他才出生的 问他你来会参加这个活动 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他说我们来是为了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 也为了香港的民主而奋斗 是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美国媒体非常喜欢用大量的照片 来展示当年天安门广场爆发的这场民主运动 甚至是重现当时镇压的一些状况 最有名的就是那张坦克人的照片了 是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还特别要跟大家来报告 就是这个美国有一个杂志叫 National Review 这个国家评论 他透露的一件事情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呢 有一个项目啊 叫做全球记忆 就是搜集世界各地最值得记忆的照片 我们留在作为人类永远的瑰宝 可是呢这个当然这张照片 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了 可是现在中国政府正在施压 希望教科文组织 不要搜集这张照片 意思很显然的就是想把这个照片 尽可能的从大家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 嗯没错 美国的媒体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照片报道之外 他们还喜欢用多种方式来一起来报道 比如说用这个列举的方式来说明六四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就是天门屠杀你不可不知的六件事 我不知道刘先生您看过没有 是的 他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不知呢 就是那虽然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或者你发生在中国的首都的事情 甚至你可以说那只是发生在某一个广场上的事情 但是他的影响啊 那不只是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 这个您提到这个报纸 有那个哈佛顿邮报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说你看六四之前啊 这个学生没有武器 军人有武器 但是有武器的和没有武器的 是可以和平对话的 说这个军人甚至还带上学生送给他们的花圈 这个花环 这都是让大家觉得那个时候 在六四开枪之前的时候 那是一个希望和民主 这个大家的期盼 虽然这个文章里面最后写到一段话 虽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失败了 但是他鼓舞了全世界的人心 正好五个月之后 这个柏林围墙就倒塌了 是 好 谢谢刘先生 6月6号是湖南六四公运活动人士 李旺阳逝世五周年纪念日 他的妹妹李旺凌及妹夫 在公安的惊事下到邵阳墓地拜祭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 湖南原本有50名维权及民运人士 也想去墓地拜祭李旺阳 但全部遭到软禁 有关注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网友 表示身边有国保在 不方便接听本台记者的电话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湖南民主人士 告诉本台 我们没办法去拜祭 很多活动都不能参加 我们的艺人士 住着的微信群 一旦都封了 李旺阳以前就是 跟我搬在一起的 他被自伤以后 我当时怎么不甘心 一个一直那么坚强的人 怎么会自伤 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节目 李旺阳2012年6月6日 在医院接受治疗时 被发现上吊死亡 其家属和外界质疑死因 认为李旺阳被自杀 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2012年 李旺阳在外界怀疑是 被自杀前不久 曾接受了香港有线新闻台的采访 谈论他的六四经历 在采访播出后没几天 就传来李旺阳在警方监控下的死讯 因此香港社会对他非常的关注 6月6号 香港多个政党团体举行悼念活动 要求北京彻查李旺阳的死因 请看陈盘的报道 空民党籍社民年大约20人 星期二下午到西环的中联办门前 抗议李旺阳被自杀 他们强调一定要为李旺阳的死 讨回公道 直至中共承认在事件中的责任 每一个香港人包括我们都会继续 在李旺阳在他没死之前 讲出的一个心愿 我们作为在香港的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继续 国家兴望不呼有责 对于一个是极权 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一个国家和政权 我们必无选择 一定要抗争到底 抗议人士默哀一分钟后 将名字丢进中联办内 之后又将抗议的标语及花束 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 高呼口号后和平离去 直联会和职工盟等多个团体 来在晚上七点半左右 在尖沙嘴的天心码头 举行李旺阳四四五周年烛光晚会 他们点起烛光 为李旺阳默哀 并在现场播放李旺阳生前影片 免怀他为中国民主 看头也不回头的精神 但我希望他的牺牲会带来更大的动力 而我们大家无论是争取民主 推动公民的朋友 维护人权的朋友 我们一起要努力 我们要跟李旺阳 合习 向他做最成功的自己 大会宣布有超过两百人参加集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脑推业记者陈盘 发出香港的报道 接下来是一组人权简讯 日前在北京天安门举牌进行六四光明行的行动 广东维权人士李晓玲 及他的几名朋友 共七人遭到警方刑事拘留 罪名是寻衅滋事 此外 江苏维权人士徐勤 日前应邀前往宝印 探访当地一名访民 却遭警察驱赶扣留 广西凤山村民罗继标在看守所死亡事件 持续引起关注之际 尸体却遭当局强迫尸检 同时警方通知家属要看事发录像 却临时变卦 有消息指录像已经被销毁 湖北维权人士包乃刚起诉京山县公安局非法拘留一案 6月6号上午在京山法院开庭审理 他的两名律师进入法庭前被要求进行安检 几名证人也都因为限制自由无法出庭 据路透社6月6号报道 中国政府当天首次承认激压了 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品牌 中国代工厂劳工权益状况的三名劳工人士 并且拒绝美国国务院要求释放他们的呼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被羁押的华海峰、李昭及苏恒三人 正以涉嫌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被调查 华春莹还说 此案正在依法处理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程序 法新社报道说 拥有27年外交官经验的美国驻华代理大使阮大维 日前递交了此程 据美国媒体分析 阮大维此举是为了表达反对特朗普气候政策的立场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美国使馆已经在6月5号通知中国外交部阮大维的职位 将由乔纳森·弗里茨暂时代理 2016年1月 阮大维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代理大使直到任命新大使 然而此刻特朗普政府的驻华新大使布兰斯塔德 到值日期尚未公布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 盛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南下香港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 最近几个月以来 欧洲各国均发生毒狼式的恐怖袭击 上个月曾有媒体报道 可能已经有恐怖分子潜入香港境内 香港保安局副局长李家超表示 警方已制定应变方案 请看王思维的报道 最近全球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霾之下 香港南华早报上个月曾引述警方的消息说 不排除已仅有极端组织成员潜入香港 但还没有收到威胁警示 外界盛传 今年的7月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南下香港 出席回归20周年的庆典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星期二讨论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议题 香港保安局副局长李家超强调 目前香港受恐怖袭击威胁的评估维持在中度 也就是说当只有针对新型毒浪是袭击的部署 而在回归庆典的活动当中 也已有措施应对 针对7.1回归这个大型的庆典 警方在这方面会充分作出准备 也都会在每一个活动都会作出一个谨慎的风险评估 从而设计相应的措施 以及一些应变的方案 在这方面警队是其实在很多月前 已经展开了这方面的筹备工作 我们会因应当时的形势 作出风险评估之后 是有相对的一些安全措施 去确保这个活动是安全地进行的 至于入境的管制 在入境处方面 无论有没有这些大型活动方面 他都有一个责任 确保在离香港探访的人士 不会构成安全风险 或者对香港有不利的情况 有议员质问李家超 是否有黑名单 拒绝任何人入境 他承认有监察名单 但强调和黑名单有所区别 至于亚洲电台特议记者 王思维香港报道 好 下面我们来转看一下台湾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2017年度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 表示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 仍然致力于向台湾提供 必要的防御军备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 对此表示感谢和欢迎 请看黄春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参加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讲 提到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人 致力于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军备 这是马蒂斯上任后第一次公开提及对台军售 由于日前曾有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改善与大陆的关系 战缓对台军售引起台湾政坛关切 在台湾的外交部周二在立行 记者会公开感谢马蒂斯 愿意在香格里拉对话 这个重要的区域安全论坛 重申信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充分展现川普政府 对台湾安全 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 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与感谢 那么未来 我方将在两国既有的良好基础上 继续与川普政府就台美安全议题 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至于在朝鲜议题上 马蒂斯说朝鲜危险明确 而且存在危险 美国与世界需要中方帮助 牵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台湿大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观察 近期中国大陆不寻常的邀请 与海上思路毫无关系的朝鲜 参加一带一路 此外联合国安理会才通过 对朝鲜堪称史上最严苛的制裁决议 据韩联社查证后表示 3月中国大陆朝鲜贸易额为 人民币33.32亿元 同比增长20%左右 中朝双边贸易量不减反增 谈到南海议题 马蒂斯认为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 单方面强制改变南海的现状 范世平分析 美中之间在南海朝鲜等议题仍存在矛盾 短期内对台军售将不至于身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湾汉光33号演习落幕 军方检讨战法战术将从过去的滩汉决胜 进阶到滨海决胜 希望透过三军联合战力 不让敌军有上岸的机会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有鉴于中国大陆解放军 近年来推动超地平线登陆的作战概念 也就是自敌方视野很远之外 发动海空复合式快速突击登陆行动 因此台湾军方在汉光33号演习之后 检讨将从过去的滩岸决胜战法战术 把距离拉远到滨海决胜 滩岸兼敌 也就是以台湾的滨海地区 作为台海防卫作战的决胜点 不让敌军有上岸的机会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六日指出 这个只是诸多作战防卫作法的 其中的一环 那至于所使用的 包含这些不对称的战术战法 包含不管是智慧型的水煤 或者是暗机的飞弹 等等刚才我强调的 就是统合运用陆海空三军的冰敌跟活力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甄继文表示 国军战术的改变 主要是考量敌情的威胁已经不同 特别是这个解放军 它目前配备了更多数量的 像大型的气垫船 比如从这个乌克兰引进的欧洲野牛 那另外它自制的现在野马市 这个中型的气垫运 这个登陆艇 那也大量列装服役 让它在整个水型 两栖登陆的时候 不再是以前这种像周波抢滩 而且它可以从这个更远 就是冰海范围 直接利用这些载台快速的登陆 不过他也提到 国军目前的接战距离可能不会超过50公里 因此武器装备难以配合冰海决胜的需求 郑继文说 只有当未来如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程增加到100公里 或者M777型轻流炮等到位以后 国军才有遂行冰海决胜的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好 今天的新闻时刻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浏览更多内容 好 我是景轩 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 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